第二阶段邀请三位专程 就今天早上从香港回来台北 三位时事评论员 他们都数位有专攻 第一位桑普先生 虎大哥好 各位观众好 桑普先生除了时事评论员以外 也是一个职业律师 台湾香港的职业律师 第二位张秀贤先生 虎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秀贤非常年轻 2014年他就雨伞革命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 他是目前专任的 在香港的报章杂志 继续撰写文章 第三位 曹先生 虎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家超兄 他目前是香港网络电台 俗称花生台创办人之一 他还在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花生台主持时事评论 我们今天邀请三位专业人士 来谈香港的历史课纲问题 就是中学教科书的问题 这问题就在上个礼拜 台湾的教育部召开课纲会议 至少一个初步结论就是 台湾史三分之一 中国史三分之一 世界史三分之一 还好 但是中国史架构 也要放在东亚史的架构来看 换句话说不是过去 为中国世上 以中国为尊 也就是彻底的去中原中心 去中原王朝主义 这一点台湾的克刚是很大进步 虽然很多人还是不满意 南韩一直有克刚讨论 他们主要是左派右派的问题 日本一直有克刚讨论 比如对二次大战的评价问题 天王 日本天王有没有罪 那香港有香港的克刚问题 我们今天邀请他们来谈 让我们了解 那各位说 这个节目为什么邀请香港人呢 我特别引用 盖兰迪总统在1960年代 到那时候的柏林围墙边演讲说 我们都是柏林人 我们是柏林人 我希望我们台湾人 包括海外观众 我们都是香港人 今天香港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关心的话 不给他们抒发管道的话 那下一波在台湾会发生 所以我们都是香港人 我在红问商谱前 特别引述今天的报纸 中国克刚也有改变 但是三观毛泽东的错误 中国的新克刚是把文革漂白了 连邓小平所谓的三七开都没有了 毛泽东干干净净的 革命胜能了 这是很大转变 不要忘了 习近平的令尊徐仲新先生 还被毛泽东破坏 但是为了维持他的政权统治 正当性 他三观毛泽东错误 这是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的 今天的课纲 都退路了 你有蛮感慨的 我们上次谈香港的宗教自由 你看中国打压基督教 取缔北京西安教会 其实香港的中小自由 也会彻底压缩 尤其是天主教基督教会 包括佛教 那更不用说 你看这个新疆维吾尔 他们在教育营 进行虐打强迫政治教化 换句话说 你们这些香港年轻人 如果不听话 哪天我在香港设一个在教育营 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个状况发生 香港的克刚跟台湾克刚完全不一样 我们来听三位当事人 关心香港前途的年轻人怎么说 桑浦 好 谢谢伙达哥 首先说说 在小学的教科书里面的一些页数 那这从小学的教科书里面看到 有因为所以 这是中文的那个句法 让你创作句子 看看教科书怎么写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国人 所以我是中国人 这个有因果关系吗 大家细心的想一想 那如果按照这个道理的话 那我想说很多很多 现在在每家的华人都不对了嘛 第二个 我在香港出生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是中国人 那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我想问 那如果说马英九 是不是我是中国人呢 那可能是对的 但问题是他也在香港出生 他是台湾人吗 按照这个道理 我不在台湾出生的话 就不是台湾人了吗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所以这种因果的关系的 造句的例子 开始从小学 从娃娃抓起 就这个意思 就从耳濡目染 就当然是一个褒语词 但是它变成一个贬义词 再来看看这个 小学同意的课本 会怎么去推销一些概念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 爸爸怎样解释回归 那香港的小学课本这样写 给你三个选择 不是没有选择 有给你选择 回归就像回家一样 回归就像小孩子 回到爸爸妈妈的怀抱一样 第三个是回归 就像归还中国送的礼物一样 那你可以三个里面 选一个来回答 那你看看 一个小娃娃小孩子的生命 就是浪费在这一些事情上面 根本是 真的是已经接近胡说八道 那后来你看到 在中学了 初中的时候 三年级 你看到这个历史课本 大家看到没有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都变成了封面了 中国史 游中 三 甲 夏 这个是雅籍出版社出版的 翻到后面去 就更有趣了 主题 红旗勇在 有毛泽东的肖像在 再看看他写的是长征的一幕 好 你看到整本中国史游中 变成了一个 好像共产党文宣的宣传体一样 党史了 就变成党史了 香港的中国史的教材了 不要忘记 这个是香港的那个中学生 初中生所读的中国史 你看看封面都已经如此了 课纲你看到平平无奇了 这个是香港那个教育当局的一种 那种那个有趣的地方 都跟我们以前学的一样 从华夏政治一个 一个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就像我在中学时代 我是很多年前读香港中学 那那个时候读的 基本上课纲是一致的 但内容有变化 你看看 就从刚刚我的教科书 再来一页给大家看看 红军长征的评价 他就问说 有一个例子 看到大家没有 字要三这个部分 他引述一个叫做 黄树征在长征的前沿部分说 有三个事件是人类历史重要的 第一个是火药武器的发明 第二个是曾吉思汉的帝国 第三个是长征 那还问你说 那感想如何 你同不同意这种 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 请问要选哪一个 你就问说 是不是第三个事件长征 问你说 究竟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究竟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他的问题是说 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 占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就告诉你长征是重要的 那你要抒发你如何重要 这个就是香港现在的悲哀 在港英时代 不可能出现像这样的一个读物 而且这个教科书谁编的 是一批呢 我们说染红的一些 大学教授所编的 比方说有一些在 那个在香港科科有名的一些 老师都是说已经投共的 或者是染红的 一些老师所编的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非常的感到感冒 无论从小学 从中学你看到 在讨论课纲之前 我们当然会讨论课纲 你看到整个教科书的面目 已经面目全非 已经不是我们当时所读的历史了 这很好例子 让中小学生做选择 火药发明 当然很重要 实际思汗建立帝国 蒙古帝国 那当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把长征跟他放在一起 我觉得不合乎比例原则吧 我们都是受过国民党的 党国体系交易 至少国民党的教科书 不会把北花 换成跟人类花明火药一样 或陈金斯坦一样 他这还不敢 他当然也强调北花抗战 他的工业 然后蒋介石把其他人都 福汉民 汪金卫都贬义了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这方面是不是 把长征拉到跟火药花明 陈金斯坦同样未接 然后今天最新消息是 这位长征的花动者 领导者毛泽东 是没有错误的 中国境内 你们是叫内地是不是 内地 内地也蛮配合的 也是有的漂白计划是不是 这个是的确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教科书的问题 中国已经改了很久了 他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 就把错误地删掉 就把这个错误删掉之后 是不是等于没有再有错误呢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常说习近平的身父是习仲勋 但他的精神之父可能是毛泽东 习仲勋 他的亲生父亲被他的精神奶妈 精神父亲 应该精神奶妈 毛泽东破坏 他自己是不是自己都错乱了 对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还是为了政权的稳定性 的确如此 他就是整个独裁的政权 就是用一种所谓的邪教的方式 塑造个意识形态跟信仰 信念来维持他的巩固 所以现在颠倒黑白 任贼作父都再说不行 张普兄你说任贼作父 你说这个邪教 我敢说你进不了中国大陆 你进不去 他不会让你进去 好 这个张秀贤先生上次来 印象非常深刻 他是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期间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的领袖 非常杰出 而且他口条非常好 他目前就专业的评论 继续关心香港的前途 他在事先的提供告诉我们说 我们台湾人可能不解 要请他解释 中国历史是必修科 但是历史不是必修科 我是是不是 中国历史一定要修 一定要修的 但是日本史 世界史 俄罗斯史 是选修后 什么意思 其实台湾的历史科 跟香港的历史科 是很大的分别的 因为香港因为历史缘故 所以分开了两个历史 就是中国历史跟历史科 先讲一讲 就是我们今年5月的时候 我们教育局就发布了一个 新的课纲 这个是中国历史的课纲 你看到就是脱综的 因为现在是在这个学年 就是这个9月 他们就把中史的 匹修的课物就上路了 所以现在他们用的 都是这个课纲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在中医的时候 我以前也没有这么紧密 以前的时候 隋唐是放在中医的时候才读的 现在是中医就是有史前 就是蛇气时代 到了萧商周 建国 纯翰 到了三英国 就养进养北朝 到隋唐 但是它是有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把香港的发展 在那个时候的发展 放进了中国历史课的课纲里面 就是为了什么了 就是令到大家觉得 香港的发展 是跟中国的历史 是有关系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 松原明清 放在中俄 但是中山的时候 就是整个课程 整一年的课程 也是很集中 讲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就是放在 比如说 中华民国 就是我们讲 就是生态革命 但之后就是国共内战 清党那个时候 所以变成了 就是整个中国历史课 更集中 就是你看三年的部分 你看年份的分布 历史世间的分布 其实很不平均的 所以最后 其实你看到 这个就是重点 整个中国历史课的重点 就是放在中山里面 就是近代史 这是大家都知道 刚刚桑普兄 已经讲了很多 就是关于近代史 他怎么样去写 所以他其实在中山 我们应该不是说中国历史 是应该说是共产党历史 共产党版本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 就是历史课 历史课是很不同的 因为 其实我们很羡慕 台湾现在的新的课纲 因为香港的课纲 是分开了很多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发展 但是我们对于 其他地方的发展 不一定很掌握 比如说 现在历史课 其实也是同样的 比如说 也是从舍系时代 从世代有关于古国 到了近代就是欧洲的清起 美国的历史 到了20世纪 就是两次的世界大战 跟南战 他们都是 你看整个摧事 跟整个课纲的内容 当然看起来好像是跟中国历史很不同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我们说历史课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 我们知道 比如说 元朝时候 我们知道 它可以攻破 欧洲大陆的地方 但是 其实我们不知道 欧洲在发生什么 所以 所以现在 如果我们只是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的话 其实我们很容易去 foreign其他地方 其他国家 特别是 我在以前的历史课 就是十年前历史课 我们有修日本史 就是我们有读这个 明治维生的故事 我们也有 就是不同的 世界史的一个概念 虽然 这是很简单 因为53年 其实你学不了多少 特别是我们课时 也是很大的限制 但是最小 你最起码有一个概念 现在把中国历史课 放在一个很中心的地方 令到所有的学生 只是了解中国历史 这是 完全就是把整个重心 放在中国历史方面 好 我要继续请教 这个秀贤兄兄 就是 那么香港自己的历史 我们就假设 从1840年 鸦片战争开始到1997 至少这段时间 香港是英国在统治的 长达至少155年 我可以理解 台湾人过去 对1895年到1945年 日本人统治台湾 国民党是从来都把它抹杀的 都是扭曲的 所以到今天卫安户 一个卫安户的雕像问题 大家吵翻天 还在 那是尾巴 那就是过去党国教育的余序 所以我这个节目从来不谈的议题 回到根本 台湾如果回到好好正视 这一段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的话 那1842到1997 目前的香港的教科书怎么看呢 其实香港的历史本身是很奇怪 特别是在课程的分布 你们看到就是刚才中国历史课 就是从奢侈时代到了近代 也是可以放在中国历史的框架里面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历史课 也有这个香港的历史放在里面 但是很奇怪的 因为特别是他 我读历史课的时候 他特别是放在香港1841到1949年 1949年就是新中国成立 所以他把整个历史就是放在1841到 那就变成百年国耻了 对啊 配合他的百年国耻嘛 对啊 你知道1949之后放在哪里 通常都是放在中国历史课 因为他要解释就是 香港跟新中国的关系 到最后要回归 所以他是有刻意把香港历史分开几边 因为这个是很不原整的一个历史的教育 而且令到大家觉得 他放在中国历史课 他把重新香港历史放在中国历史课 就是营造一种 香港都是中国 中国一部分从古道经也是同一个国家里面的 你看这就是所谓的中原王朝中心主义嘛 中原为主 你们香港啦台湾啦澳门啦新疆啦维吾尔或西藏或屠博或蒙古或内蒙古 通常是边疆我是王朝为中心 这个心态从来没有改变 就是那个朝贡体系 你们只能朝贡 你们只能磕头 就服从我就对了 这中原中心主义 我非常佩服透过三浦兄的安排 我们连续集讲谈香港问题 从宗教自由 谈语言问题 谈课纲 谈香港的未来 我们一一来让他们论述 那观众朋友会奇怪说 为什么一个台湾政论节目 邀请香港知识分子 他们都自己专程 智慧搭飞机 来回 我想这是全世界最贵的那个 汇用了 专程搭飞机 为什么 他们觉得要替香港讲话 如果这时候 我们不给他们平台 不给他们舞台 所以说 我一定坚持到底 曹家朝先生目前也是 也是美纪人 主持香港网络电台 发声台的创办人 你也是担任主持人 跟时事评论员 我蛮讶异的 你看 你们叫境内的 中国内部的这个 文革都可以漂白了 那我不知道怎么看六四 包括香港发生的六七暴动 我蛮好奇 他们怎么处理 这个其实我觉得 任何政权教育局 都会有一个 隐恶扬相 就给一个政权 就漂白这个目的 其实这个 我觉得 这个很容易理解 但是其实 这个修改课档 这近年要修改课档 目的是什么 其实让我觉得很压抑 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现在 经历第二次的 殖民教育的时代呢 我们看看这个 其实前年的时候 叫做那个 修改课档的时候 做一个资讯了 那个教育局很重视 这个意见 就说什么 年轻人 就因为他们太极端了 太极端 他们就是有一些 很极端的想法 或者是他们 对于那个 国民身份的认同 就很差 都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或者是觉得自己 应该是香港独立 这特别是近来 就林静悦 我们的那个特首 说 哇 你说那个 我们现在那些 学生领袖 在开课的时候 就说 香港独立啊 什么 现在这些言论啊 是踩了 习近平的底线 他的红线 以前他们 这些人不会说这种话 就是说 主要就是说 那个基本法的问题 犯了第一条 就是说 香港应该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个领土 但是现在 不说这些话了 他现在直接就说 你踩了习近平的红线 你踩了国家战船的底线 那现在不是 已经很白的说 现在领导人不喜欢 这不是人质的想法吗 所以说 现在已经是 第二次 那个殖民的教育 我们现在 要准备去 接受第一种 第二种 不同的想法 现在已经 那个法治时代 可能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他这种想法说 哎呀 如果你要认识国家 多一点的话 就不会有极端的思想 这个其实想法 是不是行得通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有一些学生觉得 每一个朝代 改朝换代的时候 其实都是因为 有一些人特别极端 要推 要推翻现有的战船 才会有新的战船的嘛 对不对 那 那现在这个 这个想法不是说 越是认识 国家的历史 那岂不是越是极端吗 我们看看一些例子 你看那个孙中山 我们的国父 他也说过 他也组装 我们的国父 是香港国父 我们的国父是 我们也是说国父的 其实 在我的时代 也是说国父的 在我 所以说 如果现在 你在台湾 还是香港受教育 我香港 所以说 我第一次听到香港 说我们的国父 其实前年 前特首梁振英 也纪念过国父 孙中山 中国不是说 他是革命的先行者吗 是 所以现在 就是很混乱 其实 我们以前有假期的 对 就是国父诞生 几年日 我们有假期的 对 以前在港英时代 是有假期的 那现在这个时间 只有没有 不是伊丽莎白 二世离王 生日 有没有放假 有 他换了其他假期 因为过度的 我们 那个特定政府以后 他用其他假期 来补偿 好 去 那个 蒋中正也是 都说过 台湾应该 要恢复独立自由 是不是极端 那你能说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他也是说过 要独立 那你说 毛泽东 是中国的 一个开国 去攻城 他也说过 他也说过 就是那个 朝鲜人民 就是北韩人民 也应该要摆脱 那个 日本的统治 那个帝国主义的统治 要独立 其实毛泽东本人 也说过 相独 是不是 太主张香港独立 不是 就是那个 湖南独立 没有 是 辛亥革命的时候 那时候 毛泽东是一个 从那个 湖南示范毕业的 不久的学生 充满理想 他主张 湖南独立的 湖南从那时候的 中华民国 还独立出来 所以他主张 湖独 湖南的湖 主张 台独 主张 朝独 因为那时候延安 等于是受到 苏联第三国际影响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那你特别引用 这三位 要说明什么 所以说 如果你教育局 是真心要我们 香港的年轻人 学习历史 而放弃一些 极端的想法 这个行得通吗 那怎么可能 那你这三个言论 就孙中山 蒋介石 跟毛泽东 踩到习近平的红线 对啊 这个就是 这个是很矛盾的 是不是 那你看 毛泽东本人 他极端的想法 多的是 我们就说那些 抗日的想法 你看现在的课程 叫不叫 就是说 那你看 你看我们现在 香港的课程 都开始要学习 大陆的那种 使官 就是说 不是八年抗战 应该是十四年 十四年 要把那个国民党 在抗日时候的 那个角色淡化 要把那个 共产党的角色 抬高 那以前他 他对那个 日本手上 田仲角勇 讲过什么 什么话呢 他多谢过 田仲角勇 他说 多谢你们 那个时候 就亲入中国 让我们可以 借管中国 这个战船 这个极端的想法 你问教育局 他愿不愿意接受 让香港的学生 接受这样子的教育 如果香港的学生 传不动 有这个想法的话 他们能放弃极端吗 这肯定不可以了 这一天 因为为了一个 卫安妇 被日本人踹一脚 或脚麻了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都闹着喧腾一时 我想你们今天看到新闻 如果毛泽东 今天在台北市 他敢公开讲 就在那个 日本交流协会的门口说 感谢日本侵略 不需要赔偿 我保证 毛泽东在那边 一定被谢龙介踹一脚 对啊 谢龙介是台南市议员 总对踹一脚嘛 所以我懂了 你们就是 你们不要跟我捣蛋好不好 对 习近平有 我刚学习近平讲脏话 你说 你不要打乱嘛 你来乱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些人 真是异议分子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说实话 是不是 这个也是在历史上面 历史上面看到 为什么不呈现出来 对啊 其实 孙中山的中山桥 他是头号哈日族啊 他也娶一个 最一个十二三岁的日本人 又去的 台湾叫又去的嘛 那蒋介石也跟日本人 同居过嘛 对不对 到底那个蒋维国的 生物事实的高兴 也搞不清楚啊 孙中山 蒋介石都是头号哈日族 亲日 结果没有人讲 其实台湾也一样 都陷入精神错乱 不只是里面香港 我们也精神错乱啊 国民党也精神错乱了 对不对 所以你提出这个问题 你在这个花生台啦 为什么叫花生台 花生台 其实有别的意思 在这里解释不了的 一句话就好 为什么叫花生台 花生其实我们就是 我觉得在学习那些食事啊 可能要放弃很多报复啊 这样当花生来吃啊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容易去接受 这些历史啊 食事的那些 这个意思 台湾话花生 广告叫做 电脑劲的 我懂了 吃瓜 我懂了 我想我们今天邀请三位 香港知识分子也是非常有名的评论者 他们其实主流的媒体以外 他们才真正的声音 他们透过网路电台 透过时事评论 透过文字 把香港的真正的声音发出来 我觉得我以有容颜 让香港真正的年轻人声音才出来 非官方的 好 我现在继续行调商谱 香港交易当局 怎么介入克刚的运作 坦白讲 后面一定有中南海那只锁 可能怕还中宣部嘛 对不对 或者中联办锁进来的 问题多严重 非常严重 我从那个表象开始谈到 他后面那些中国的因素 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是立场新闻的一个照图 是把现在香港教育局 课本评审委员 评审小组 去审视跟篡改高中历史教科书 而且会在下一个学年 下一个九月会生效的 所以刚刚提出来那本教科书 是今年的 明年的书还在印 印完之后会变成怎么样 大家看看 里面有一句话写 近代欧洲的崛起 是世界历史重要的一幕 造成了今日西方优势的基础 这叫删掉 因为他觉得这是观点值得商榷 因为说没有因果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1937年 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 错 用词不当 何来不当呢 他觉得说 中日战争是从 1931年918事件 已经开始爆发的 14年抗战 而不是8年抗战 之后再来 中共一党专政 党与政府的关系 党政不分 说在中共一党专政下 这是现在历史教科书写的 删掉 这不是事实吗 原因是因为用字不当 概念不清 这不是事实吗 那他就说不是 而且一党领政 书记说了算了 他就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多党合作制度 才是真正的完整表述 如果这样子的话 国民党也没有一党专政 有青年党 有一堆杂气杂霸的党 一党专政 当然要有一些花花绿绿的草 来陪衬 这个地方不影响 一党专政独裁的本质 所以他明明这样做 还不准人家讲 不准讲 不准写 以前黄信介先生 民进党的前辈 他说清明党社民党 他有一个形容词 是国民党厕所里面的花瓶 你刚讲 你就跟着这样写好了 这些都是共产党厕所里的花瓶 那不是更 以后你们在花生海 可以宣传这句话 没错 还有这个更有趣的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内地 中国收回香港 什么收回移交都不对 措辞不当 而且他还有一句话是 更有趣 香港位于中国南方 不能说 为什么香港位于中国南方 不能说呢 港独吗 我连接不起来 这句话 香港位于中国南方 难道位于北方吗 不是好像 这个我请到中宣部 部长 现在是谁 这个是 不只是中宣部 是习近平为主 所有的小组 都是他领导的 香港位于中国南方 跟港独什么关系 因为他说在南方 在中国之内 还中国之外 没有表述清楚 就是他觉得说 措辞不掐当 你不觉得管到这种地步 就动辄得救 那你写教科书人 怎么写啊 那你干脆说 你北京印给我来花生 到晚里面会有这问题 干脆印给我 我自己帮你们送就好了 没错 那再来一个是 比方1949年 中共建国 大量的内地人 大陆人 移居香港 他说事件 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容易导致 错误理解 摆明就是难民 对 他还这样说 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那居心何在呢 发生在中国的 那种什么广电局 或者是宣传单位的审查 已经在香港的课纲 发生 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 而且更重要的 你看 这个并不是香港的官员 拍马屁 这个是中共的因素 所导致的 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一系列 告诉你中共的官员 怎么说的 他们说是教育主权的概念 习近平说要着力加强 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之后 香港的教育局的局长 那个吴克简 现在已经下台了 他与国家教育部 中国的国家教育部 成立的会商机制 要在四个方面 课程教材 考试评价 教室队伍建设 跟政府管理教育方面 来去加强合作 四个方面都抓得很紧 之后他还说 一堆的协作东西 最重要的 你看到教育主权的概念 他说叫什么 什么必须叫 什么不可以叫 是教育主权不可让渡的内容 国家尤其对 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 历史道德几个 设计意识形态领域 紧紧握住 还有一个讲到台湾的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朱志文说 近二十年来 台独港独分子千方百计 对青年人进行洗脑 面对国际 国内复杂的意识形态 斗争的环境 我们需要加强教材牵涉 帮助广大的青少年学生 从小就打好 中国底色植入红色基因 从源头上加强抵御意识 前在渗透能力 你看看 多么的流氓的一些字眼 都已经在你那边发酵了 你看这个地方 并不是只有香港 台湾也是被列进去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 是中国的那个所谓的霸权 根本已经到了一个 对香港五孔不入的地步 而且对台湾越来越 那个产生威胁 桑母兄 你上我节目有两个 正负的效果 正效果就是 到现在为止 很多香港朋友 因为他透过那个 私讯传给我 我不知道是香港 还是广东省 或者海外 都说 希望我们坚持下去 而且 开始尝试要用粤语广播 好 我努力 我会努力 第二 他们给我帽子说 我是主张港独 我在想 我主张港独过吗 我不可能这样主张 但是我尊重香港人的意愿 我主张香港人 有决定他们前途 这叫港独吗 台湾也一样 好 中国历史科 跟国民教育 我要请教这个年轻的秀贤 你也刚从大学毕业几年 有什么互动关系吗 其实 在过晚 中国历史科 就是也是被了 以前也是毕丑的科 但是就被了第一任特首 董建华 废掉 就是当时候觉得 就是整个课程也要改变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历史科 历史科再不是中学的毕丑科 但是他是独立一个科目的 但是到之后 他就在去年 接受了大公报 就是中共党报的访问的时候 就是说 他们就是希望就是推动中国历史科 独立成科 令到年轻人更爱国 但是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因为过去很多人觉得 读了中国历史科 防导不爱国 因为知道很多黑暗的历史 特别是中共过去 谈文化大革命 三缓五缓文革六四 对啊 所有都是黑历史嘛 所以难道读了历史科 都令到年轻人爱国吗 但是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可能那些充满中共思想的一些领导人 特别是董建华 现在也是国家领导人 所以这些人 可能他的想法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习近平这么爱他们 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 课纲里面的一个课程目标 学习目标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如果是他们 特别是在态度和假期观方面 就是他们就是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当然是用一个很宽的一个内容 说就是建议一个正面的假期观 但是什么叫正面的假期观呢 就是下面 他整个内容也是说一个事情 就是你怎么样去爱国 怎么样去爱国爱得对 爱得跟就是中共 他引到你的差不多 我们可以再看后面那个 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 他说要古今并重了 来了解中国历史 特别是他说要全面认识中国 在历代的发展历史 但是在下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整全认识中国历史的面貌 最后一句 另外加入中国香港发展的课题 仍使学生对历史产生亲切感 让他们认识香港跟国家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样都是爱国了 他们觉得如果是香港跟中国一家亲 那就是很爱国的表现了 所以最后中国历史课在做什么呢 这是做一种整个就是我天朝 我们怎么样去拥固天朝的一个民族的市场 在后面培养态度价值观 就是他说 培养学生认同国家民主 尊重和心想不同的民主和文化 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 从而发展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跟正面价值观 你爱国怎么样去培养 他们觉得爱国就是正面价值观 就是很积极的态度 这是很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学历史会学到这么多东西 我们再可以看一看这个历史 我们觉得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 就是整个是很强调大一统 我们学历史 我们学历史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学过往犯过的错 特别是历代王朝政府犯过的错 但是我们在中国历史可以看到的 不是学以前错误 反倒是一种中原思想主导的一种中国历史 我们讲道统 我们要拥护汉族为主的一个侨代 我们要压抑外族 我只能这样简单评论 刚才桑普兄这等于是流氓 跟流氓没什么不同 这是Samuel Johnson 17世纪一位英国思想家说的 爱国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 你统治正当现在要靠这一套洗脑吗 中国历史有人做统计 至少2000年 统一跟分裂时间 精算过差不多 没有绝对的 再讲一次 统一分裂时间 各1000年 我刚刚实在不应该不礼貌插嘴这个桑普兄 因为我实在是拍案惊奇 真的没想到 真是拍案惊奇 就是明末小说那个 我真的没想到克刚真的离谱到这个 到这个极点 这个离谱到 我记得天安门事件有一个人叫袁牧 你记得 他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一样 他也讲得出来 天安门没死一个人 好 最后 家超 这等于是他们的历史教育 他们中国的来到香港了 等于是洗脑嘛 对不对 把脑袋偷空 洗一洗再关起来 然后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叫爱国爱港嘛是不是 对 这个洗脑教育 你们当然要起来对抗嘛 起来辩驳嘛 这是一个现代国民最基本的理性客观思维 不是吗 是啊 其实 那我觉得其实呢 现在我们除了那个科港人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挑战 比如说软性的洗脑 其实现在中共或者是教育局 已经有很多方法去渗透你们的那个国民教育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小学校 去年的我们的特首就有一个 想法就是说每一个学校都要投资15万元 就等于是台币的60万元 去加强这个 把那个姊妹学校那个计划恒常化 全面的去所有的学校都要跟大陆的学校 就一对一这样子做交流 其实这个交流 这种洗脑其实很成功 因为他们是把最精英的学校 那些学生跟你交流 而且他们都很重视那个政治教育的 他们可能是比你更认识香港的基本法的 或者是一国两制的 你在他们面前 其实他们可以跟你训导你的那个国民计时不足 或者是你那个国家意识不足这样子 其实在你看起来 他们好像是对我这样子 除了这个以外 现在还有一些 比如说那些青少年军 有这样子的交流 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头的时候 有个香港大学的女学生 说去过那个解放军军营 去训练五天以后 他说哇13天就让我爱上解放军 说了这个以后就说 因为他们以前对于解放军 有一个很刻板的那个想法 就觉得他们是很严肃 经常骂人的这样子 觉得他们不是这样子 他们很关怀我们 他们也是除了爱国以外 也是很爱我们香港的同胞 这样子 其实这种亲自的接触以后 有一些人就比如说特别是香港人 其实香港人很容易受这一套 因为我们过往就是没有那个国民教育 我们的那个国家意识比较空虚的 他们如果是很密集的去 把他们那一套传输过来的话 其实如果你对香港的核心价值 不是很坚持的话 很容易会接受这一套 我听三位来自香港的知识分子 专业人士跟时事评论员 真是有所感慨 我只能用明清有很多笔记小说 三本书来回应你们 拍案惊奇 二十年目睹怪现状 还有官场现行计 我只能这样形容 不想多讲 即使如此 我欺免台湾人跟香港人 包括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请你们做世界公民好吗 这来自亚里斯多德说的 我是雅典人 我是希腊公民 我是世界公民 雅典是一个城邦 他的认同的地方 就像香港一样 但我是希腊人的时候 我是一个有涵养 有现代化的 有文化素养的希腊人 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我相信香港朋友跟我们台湾朋友一样 我们立足于台湾香港 我们是胸怀世界 中国我们关心 但是我们绝对不愿意卷入那个 中原王朝中心那个悬涡的黑洞 我们不卷进去 我们非常客观的论述 未来会继续邀请桑普兄 很敢配你们 不简单 我说说快哽咽了 为什么 他们智慧 自己筹钱 每两三个礼拜来一次 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到底 最后我介绍这本书 告诉巧合 这是南韩首区的经济史学者 叫宋炳健 他是衰选 在人类历史 二十四幅化 来强调全球化的重要性 他叫世界史 他完全应验了康德说的 要与世界史的观点关照问题 我来引用 你是香港人 是台湾人或中国人 请胸怀世界 这本书特别关注是全球化 作者说 全球化是通过交易和交流 世界各地逐渐接近的过程 简单的说 世界变得越来越窄了 作者从古罗马帝国开始 到二十世纪中期的历史 列挤二十四个全球化的重要事件 讲述全球化的过程 加速减速退步 并透过经济社会文化政治 来分析全球趋势原因 香港人绝对最了解全球化 过去感应政府统治时代 我们希望香港人 要胸怀世界 就像台湾人一样 大家继续努力 谢谢